历史就会发现 这个历史是伴随着人类对海洋所蕴藏的巨大财富的逐步认识而远近发展的 作为海洋文明的源头 辉煌的地中海文明是在港湾 出海口 海上贸易通道 以及相关财富的激烈争夺中构建起来的 公元前八世纪成为地中海霸主的古希腊人就认识到 谁控制了海洋 谁就控制了世界 这是人类早期海权思想的经典阐述 15世纪对东方印度香料和黄金的向往 引发了欧洲人如痴如醉的海洋探险狂热 濒临大西洋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家们 开启了一个被后人称之为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几个世纪里 从一个大洲到另一个大洲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看到地球之大 世界之广 海洋之辽阔 也是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海权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海权的巨大含金量使整个欧洲为之疯狂 随着欧洲人不断的航海探险与殖民扩张 海洋权益的角逐波澜壮阔 高潮迭起 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一系列的航海活动发行了新的土地 发行了 开辟了新的航性 那么这两个国家与此同时呢 它瓜分新的土地 瓜分海权的约望也积极膨胀起来 早在15世纪初期 葡萄牙的亨利迁王就曾经多次下令 规定在非洲以西的海域 任何国家不经葡萄牙的同意是不能进行航行和通商的 那么在1455年 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下到一道命令 封葡萄牙为海上霸主地位 那么伴随着哥伦牧发现新大陆 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也迅速决起 它也不干拘而留海上国家的地位 所以也提出来要分享海上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 1493年 罗马教皇尼古拉六世 就下了一道渔林 指定从大西洋画一条纵观南北的线 那么这条线 也就是在福德角群岛附近 在这条线以西的新发现的土地归西班牙所有 那么以东新发现土地归葡萄牙所有 当然了 这种瓜分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 但是它反映了两个黄色的贪欲膨胀 同时也反映了教皇的无质 但是有一点 伴随着世界新航线的发现 这两个国家八祖地位上升 最早的海权分割一色也就出现 荷兰 英国 法国都相继卷入海洋霸主的争夺站 他们再不能甘心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瓜分世界的海洋 为了使他们对海权的争夺得到理论上的支持 1690年 荷兰人格劳秀斯发表了《海上自由论》 宣称海洋应为世界公有之物 这标志着人类的海权意识有了空前的飞跃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 欧洲的海洋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过三百年的世界海洋上面的航行 那么它出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海洋的领友 比如说海上的自由通行的问题 那么这时候就引起了欧洲一些海洋的理论家热烈的讨论 比如说意大利的海洋学家甄田尤斯 那么都提出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荷兰的宾克斯胡克 那么他1702年就发表了一篇有关领海拥有的这样的一篇论文 那么提出了一个领海的这样的问题 那么就引起了欧洲乃至欧美的整个的一个讨论 那么经过讨论大家说什么办法可以得到一个领海的化界呢 那么他们用当时的大炮 看这大炮在海边能打多远 那么当时得到了一个平均的距离 三海里 那么由此呢 当时的世界呢 就定了这样的一个法律 或者是一个领友的领海的这样一个规矩 那么以三海里为距离 那么最久远的 有关领海的距离 就是这样来的 1793年 美国正式宣布它的领海宽度为三海里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 有自己的领海和具体宽度的国家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等国家 也都相继宣布自己的领海宽度为三海里 随后 有些国家把自己的领海 确定为四海里或六海里 而当时的海上强国 却坚持三海里的领海宽度 无论是三海里还是六海里 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人们 对海权的理解和争夺 这表明海洋权益的价值 已被人们广泛认识 海权观念已深深的烙印在西方列强的国家意志之中 然而 在人们纷纷划定自己领海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 有着18400公里海岸线的中华帝国 还没有海军 更没有申明自己的领海 其实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入海洋的民族 今天 我们还能看到世代相传的手工造船技术 这些巧妙精细的工艺 展示着我们曾经有过的航海业的辉煌 考古学家们在美洲大洋洲等地 都发现了中国的古文化器物 甚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 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是横渡太平洋而来的中国人 早在汉代 中国人就在探索走向世界的海上道路 那么到了南宋的时候呢 以中国通商的国家已经达到50多个 那么到了15世纪中印 那么又有了举世文明的正和下西洋的律师壮举 到了中世界和文艺复兴的时候 中国拥有的船制的数量和造船技术 已经达到了令西方人都难以置信的程度 的确 中国的航海业绩曾经辉煌一时 徐福 建真 汪大渊 郑和等一批杰出的航海者 开辟了沟通亚非长达一万多海里的海上丝绸之路 把中国和世界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把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 所以中国海上力量衰弱 衰弱应该是从16世纪后期开始 那么当时的统治者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这个时候海洋意识 那么海权思想才逐步的消失 所以这个和统治者的闭关锁国政策有很大关系 在这个时候 那么落海天下的国家观点 逐步为山河江山 叫落地国家的观点所取代 从此世界的大洋上再也没有中国远征者的昏返 1840年的一天 哥伦布的后人们用铁甲舰上的大炮 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国自清代以后的近百年衰落 固然有诸多的原因 但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放弃了海洋 从海洋退缩到陆地 也就从兴盛走向了衰落 蒸汽机出现了 这个来自欧洲的发明 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巨大飞跃 而这个伟大发明最先的实际应用 就是航海 人类历史第一次蒸汽船的商业航行 是在美国 1870年 第一艘蒸汽商用船 在美国的阿尔伯林下水 32个小时后到达纽约 先进的技术 使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崛起 20世纪美国成为新的海洋霸主 海军舰长马汉提出了被奉为 强国圣经的理论 他认为 海权是控制海洋的军事力量 和利用海洋的经济力量的综合体现 而制约一个国家海权发展的 有地理位置 自然结构 领土范围 人口数量 民族特性和政府性质等因素 马汉的海权理论 它主要是要控制海洋 国家的兴盛和控制海洋 是有着直接关系 只有把海洋控制住了 你才能进行一些海上的贸易 使国家得到发展 而且从现在的历史 也证明了这一点 几个比较现在强盛的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都是从发展了海权以后 得到了今天的政策 从它意义上来讲 我认为它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它是首先从历史 人类的进化和发展上 提出了这个观点 也就是说指出 人类社会要得到发展 不利用占地球表面 近71%的面积的海洋 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方面它实际上是提醒了政府 把海权和国家 提到国家发展高度 并和国家的发展战略 纳入一起去指导进行决策 从而使得 咱们过去在认为的航海 它只是一种初衷 只是一种冒险 由这种游戏变成了一项 促使国家发展的一种事业 第三方面 也就是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海洋 自从海权论提出以后 它已经不再成为一个 就是说沿海国家 作为一种天然的防御屏障 而甚至成为一个 是被进攻的 一个很好的媒介 那么无论是我们中国的 在上个世纪的鸦片战争 还是发生在昨天的 克索沃战争也好 这个海湾战争也好 也都证明了 在马汉海权理论的基础上 1945年 美国总统杜鲁门颁布了 大陆架公告 这标志着海洋本身的经济价值 被纳入了海洋权益的范围之内 而此时 民族独立 国家平等 已成为新的世界潮流 世界各国 处于维护国家权益的考虑 也纷纷提出相应的 海洋权益要求 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了 1996年5月15日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正式批准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国声明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享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海洋权益是诱人的 但它必须有强大的国家实力 来维护和开发 才是现实的 对于我们来说 从几百年的封闭 走向了今天的开放 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20世纪以来 环境的污染 人口的急剧膨胀 陆地资源短缺和陆地面积的相对不足 这些严峻的危机 促使人类把可持续发展的目光 投向了富饶广阔的海洋 海洋权益的争逐更加激烈 这个海洋从北到南 黄海东海到南海 那么在这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管辖面积当中 大约有一半的面积 就是150万平方公里 我们和这相邻的八个国家存在争议 也就是海域管辖的争端 那么其中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南海 主要问题 我讲南海命运的主要问题是 就是有关的周兵国家 侵占我们的岛教 大约侵占将近40个位周兵国家 所侵占 海洋必分割 这个就是资源必虐夺 在过去的10年当中 大约有130多家 外国的石油公司 投入3000亿美元的资金 在260多个合同区块里 进行资源的勘探赚 中华民族是尊严的 也是宽厚的 面对种种海洋权益的侵犯 中国政府既表明了严正的立场 又发出了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呼吁 我们知道 只有我们综合国力的增强 我们才能真正维护和开发 属于自己的海洋权益 这需要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 江英成与海洋打了30年交道的老海洋工作者 在他看来 加上浩瀚的海洋国土 中国版图就像是一只熊熊的